人物消息 王洋 吕安妮请已是吗 这是来自红人集团发言人 今天替王洋澄清说 确实他们早就分手 而且时间点就在2007年 而事实上他们当初是在1995年 王洋 吕安妮所爆发的台大师胜炼 一直纠缠到今天 但是奇怪的是 就他们所说的分手的时间点之后 往下推 2010年王洋还说 吕安妮是我太太 他们曾经多次出席 家人的场合 公开的场合 还手牵手 甚至2012年王洋的母亲过世的告别是 吕安妮还坐在家属区呢 怎么会分手这么久的时间 今天是王太太的身份 今天心情应该不错吧 这该怎么说呢 一听到王太太三个字 吕安妮就像被雷打到 一转头就逃跑 这是2010年王权仁和李晶晶的婚礼 吕安妮这位地下王太太 第一次在王家家族聚会公开出席 七年过去了 王权仁的王太太换了一个人 连老爸王文阳的地下王太太 也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 周刊爆料 王文阳跟吕安妮分手了 三月底周刊拍到王文阳 吕安妮跟儿子王权利 一起吃晚餐 走出餐厅时 两人各走各的 你是孩子的爸 我是孩子的妈 其他呢 我们不搭嘎 感情的事很难说 王文阳干脆让员工帮他说 两栋豪宅都在吕安妮的名下 但两人已经不在一个屋檐下 早在2007年就分手 那一年也是王文阳的原配 陈静雯过世 当时王文阳接受 华氏独家专访时 说的都是吕安妮的好 从认识我到现在 到今天没有提起 要结婚 还要怎么样的结婚证数 我觉得这个女人 很有爱心 很有智慧 就算爱已成往事 2010年王文阳跟吕安妮 还是一起参加儿子王权仁 跟李晶晶的结婚喜事 当时媒体还追问李晶晶 以后是不是会叫吕安妮婆婆 她不是谁的婆婆 也不是谁的儿媳妇 但2012年台宿创办人 王永庆的原配 王越南告别式上 吕安妮还是紧紧跟着王文阳 人前手牵手 人后已分手 1995年 两人在台大的师生恋 为爱奋不顾身 吕安妮写了万言书给王永庆 惹毛了他 剪断长子王文阳的接班路 他是王永庆的儿子 我没有任何的privilege 我有所有的责任 台面上爱得轰轰烈烈 不爱江山爱美人 却把男堪留给了旧人 原配陈静文的世界 只有王文阳 王文阳背后的女人 却不止他一个 王文阳 吕安妮的惊天动地 还是等不到一拜天地 等不到交杯酒 只能进往事一杯酒 无法再回头 记者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了 我们下期见了